充紫萱 邀請 哇 非常美麗耶 那我們先請紫萱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來 我們先跟大家 大家好 我覺得充紫萱 非常感謝你們那麼熱情 歡迎我 哇 你中文很好耶 我剛剛以為你不應該會跟大家打招呼耶 沒想到中文這麼好啊 那紫萱之前我們台灣的觀眾朋友 對你的認識呢 是從戀香這一部劇開始 那大家其實很開心 在我們秀秀的男人這一部戲劇當中 又可以再度看到你的身影 那聽說這一部戲在夏天拍攝 每天拍攝都17 18個小時 聽說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還不小心病倒了 是不是 還有 有這樣的故事嗎 對啊 繼續 其實打位的很要求 演出滿高的 是 然後這個戲呢 剛才就是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民國的時代的時候 是 所以我如果我拍戲的 我的演出的動作 有一些不夠正式的話 就是觀眾看到不夠正式 我們是假的一樣 所以打位比較要求 拍攝的加入啊 就是畫面的很多東西 加一點東西比較滿多 所以如果時間 我如果好 我們時間到了我想休息 這樣的話畫面不夠漂亮 所以打位特別跟我 拜託 謝謝你可不可以 我辛苦一下 然後我說 希望好的話 沒有問題我都配合你 然後他們沒想到 然後學氣都想吃 學花都想吃 那對 所以夏天就是 百分之四十個玩 就這樣 對啊 高度拍小 然後就 我就有一天 就是這種 就越來越大 拍到越少 真的就是 因為拍了那幾次 他也像是 撞鼠的 對 跳鼠的 喔 所以拍這部戲 真的是不容易 對不對 那聽說在拍這部戲當中啊 因為你扮演這個角色 在賣豆腐 對不對 還像是豆腐西施喔 那你在這個角色當中啊 是因為自己可能 也要長期會品嘗到豆腐 那聽說 拍完戲之後 有很長段時間 都不想算吃豆腐了 是不是 因為我其實非常喜歡這豆腐 然後我以前 來台灣拍戲的時候 拍戲的那個豆腐的料理 也蠻好吃的 對 那這部戲呢 就是 剛才我說 夏天了嘛 然後到G老師 早上準備很多豆腐了 那豆腐 他的時間 差不多是下午 晚上的話 太熱了 所以 豆腐很快 喔 對 就有點錯 天氣的關係 酸掉 對 但是我是剛才你說 買豆腐的人 所以我自己 自己手 包起來 再買豆腐的心 是 所以沒有 我久的時候 有久的時候 一定很難受 那沒有辦法 一直拍戲嘛 對 然後呢 這泡完之後呢 我大概 起樓葉 我看了不少的豆腐 現在還好 現在回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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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知道其實 紫萱一直以來 會有很多的戲劇作品 跟大家見面 那聽說 這一部戲 秀秀的男人 是你 哭過最慘 哭過最久的一部戲 是不是 嗯 嗯 其實每個故事都 01號 可能那個故事也有滿多的愛情 跟台下的戲啊 那你這樣的話 但是這故事的苦 故事就是 故事因為愛情苦的 我就是 承認了秀秀的命 比較很 很辛苦 很痛苦 很辛苦 對 所以我從 不是因為愛情啊 我愛你 離開喔 不是這樣的 很漂亮的哭 就是 這個 就是戲裡面出來 很痛苦的那種哭 是 每一場戲都有 每一場戲 每一場戲 有的時候 有一天風風風風出來 每一場戲都有哭 哇 那你不就從開工 從開始哭到哭嗎 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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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譬如說我拍了 拍了中間 苦精神苦 心拍完之後呢 會在補妝 心裡就像一場拍 這不是 補妝沒用的 對 因為像一場又哭 又哭了 又要哭了 對 然後出喚也滿厲害的嘛 所以 所以 打偉比較給我 打歌舞 打歌舞 因為我給我 我跟打歌舞說 小話 但是 打偉我說 那個 如果 你這樣看的話 我看沒有過好看 怎麼辦 然後我想 就是你相信我 我打歌舞 這樣 沒事 然後我 剛剛都沒話 叫我哭啊 因為那個妝都哭掉了 對不對 再哭也會 因為你要哭一整天 所以拍攝的戲 也感受到 你的這個拍攝的辛苦